而歐洲議會各國的政黨不是只有出現在法國 它出現在好幾個國家 它出現在比利時 比利時也宣佈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而奧地利是本來就要進行選舉的 那德國的情況是肖子拒絕 因為他是總理 他是內閣制 他拒絕國會全面改選 但是他本身也面臨了他個人所屬的政黨 根本不是屬於這個社會最新民意支持政黨的問題 所以他引起了好幾個各個國家內部 不管是重新改選 或是剛好要選舉 狠狠的選舉結果 就會使現任的總理必須下台 或者是現任的總理不下台 但是他已經面臨了國內新民意的最新挑戰 6月9日是自1979年以來 歐洲議會第十次選舉 也是英國脫歐之後 議會席次從751席調降為720席的第一次選舉 但歷史會記得2024年選舉 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 三位最大贏家全是女性 這不是性別政治的勝利 而是歐洲聯盟危機的關鍵時刻 27個會員國依人口比例分配席次 全歐各國數百個政黨透過七個黨團 在歐洲議會運作 現任職委會主席冯德萊恩所屬的EPP 歐洲人民黨 以184席次仍穩居最大黨團 他的微笑說明了一切 大選贏家的確是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 但27位現任元首中最大贏家 是意大利兄弟黨的現任總理梅洛尼 屬於極右派的歐洲保守改革派 何須多言最大贏家最短的勝選演說 梅洛尼在2022年 以當時德拉基政府的唯一反對派贏得大選 在執政兩年之後 躍身為歐洲最強勢的領袖 曾經被新冠疫情重創 被地中海偷渡移民潮 壓得喘不過氣來 苦等歐盟支援 與救助的意大利 向布魯塞爾發下戰鐵 他要代理意大利 從羅馬反攻布魯塞爾 這專門是在馬上的歐洲 記者的脫最重要的立前 正報會 無疑是6月9日開票晚間 全歐最霸氣吸睛的反對黨贏家 這三位勝選戰將的最大交集 恐怕也是他們之間唯一的交集 是金發閉眼 這是肯定的 馮德萊恩承諾要共逐中間派多數堡壘 來抵抗極右派 而極右派的梅洛尼和勒鵬 又屬於分庭抗禮王不見王的兩個黨團 都是國家主義者的梅洛尼和勒鵬 本來就很難在跨國議題上合作 歐洲政治光譜最右端的 還有德國另類選擇黨 因為爆出任用中國間諜醜聞 遭到勒鵬在選前切割 劃清界限 德國另類選擇黨儘管在選前爆發醜聞 仍在全德拿下第二高票僅次於基民盟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屬於前東德的東部 則超過基民盟越居第一大黨 威爾德斯將出任荷蘭新內閣的移民部長 奧地利級右派將趁勝追擊 渴望在9月29日的國會改選中勝出 比利時執政黨輸掉了三合一選舉 現任中間派總理已經向國王提出辭職 到底誰才是這場選舉的最大輸家 目前看起來是德國總理 因為他的慘敗不只是他的社民黨 還有再加上同屬於消資內閣的綠黨 因為在這次大選中確定陣亡的 是歐洲的Green Deal 綠黨在德國遭遇重創 柏林勁爆以綠黨崩潰作為頭版頭條 極右派也不是沒有輸家 德國得票率最高的基民盟是反對黨 歐洲溫和派唯一執政黨 唯一的贏家在波蘭 歐盟六個創始國除了盧森堡之外 極右派在意大利、法國和比利時成為第一大黨 在最大經濟體德國和荷蘭越居第二大黨 歐洲議會改選後 目前至少法國、比利時、奧地利都將進行國會大選 法國總統甚至因為執政黨大敗 動用法國憲法雙手掌制的總統職權解散國會 豪賭對抗極右反移民及以歐勢力 歐洲成為一體 經由這場凝聚歐盟成員國集體選民的大選 反而開始分崩離析 對歐盟而言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和法國極右派領袖勒鵬 雖然雙雙贏得大選 該寫歷史 但他們兩人繼續分裂也好 破冰合作也罷 最大的贏家應該是孝奧歐洲 遠在克里姆林宮的普丁吧